第901章 斩杀刑西 刑西在这一刻呆滞住了 他以为自己可以碾杀敌九 可是敌九这种威士 哪里有半点可以被他碾杀的迹象 只是瞬息时间 刑西就醒悟过来 12片莲花刃芒 化为一朵虚幻的刃芒炼花炸开 然后轰在了敌九的天梭刀刀幕上 轰轰轰 狂暴的神源和盗运在虚空炸开 刑西张口喷出一道血剑 退出石树不远 然后震撼地盯着敌九 他肯定敌九河道成功了 否则的话 敌九绝对挡不住他的十二莲花刃芒 让他惊骇不已的是 敌九河道后如此强悍 不要说他碾压敌九 敌九简直可以碾压他了 要知道他可是河道中期 而且是重生后的河道 敌九同样震撼 他连第三步也杀了不是一个 可这个刑西最多不过是河道中期而已 一个河道中期如此强大 不过敌九没有片刻犹豫 开天笔已经祭出 下一刻开天笔已经在这一方 虚空辉侯 书写出一个浩瀚的戒字 一字破万道 戒出化阴阳 行西被敌九烘碎后 刚刚伸展出来的领域 在戒字之下再次化为虚无 行西惊恐地发现 他所在的空间被敌九的戒字彻底锁定 下一刻 敌九的天梭刀再次席卷而出 刀到神通过系 空间顿制了 时间在这一刻也顿制了 整个宇宙之间 只有一道刀芒在前进 敌九头皮一阵发麻 他构建自己的规则后 第一次施展出 自己构建规则的过系刀 他对时间规则理解还不够透彻 可是他的神通过系 却完全游离在五行宇宙之外了 时间法则神通 行西第一时间就感觉到了 作为曾经的清联主人 他对时间法则神通太熟悉了 敌九的确比他要强 可是想要用时间法则神通 束缚住他行西 那就别做梦了 一道道道运气息 在行西深周卷起 行西肯定在他的道运之下 任何时间法则神通 也会消散开来 最后空间还是那个空间 时间还是那个时间 此刻行西已打算逃走再说了 他肯定自己不是敌九的对手 也许是他的道融合还不彻底 只要他一挣脱敌九的时间法则神通 他立即轰碎敌九的界域顿走 碰 当行西的道运法则 和敌九的过系神通道运 轰在一起后 一切就真的停止了下来 或者说宇宙虚空变得无限缓慢下来 这一刻 敌九的剑更是清晰 行西背后一层层的冷汗渗出 不对 应该说 他的冷汗也在这一刻静止了 偏偏他的意识还能转动 这绝对是超越了五行宇宙的时间法则神通 敌九不过是一个机缘比较好的后辈 如何可以知道 只有感悟到超越了五行宇宙的天地规则 才能真正地冲出五行宇宙 他能感悟到 是因为当年 他就站在了五行宇宙的巅峰 甚至是摸到过造化镜 远处在一边观战的清廉圣主一样的是 眼露惊骇 事实上 行西曾经站立的高度 并不会比他曾经站立的高度低 敌九施展的是时间法则神通 行西看出来了 他一样看出来了 行西身在其中 感受到敌九的时间法则神通 超越了五行宇宙规则 他同样感受到了 一样是造化法宝的主人 清廉圣主也是清楚 想要超越五行宇宙 必须要有超越五行宇宙的天地规则 知道归知道 但是做出来有多难 只有他这个层次的人才清楚 敌九的时间法则神通 显然是超越了五行宇宙的天地规则 可敌九是如何做到的 几乎是在天梭刀撕裂行西眉心的瞬息时间 行西呼的一阵 身形扭曲了一下 敌九惊异地看着行西 虽然他自己的规则道 还没有彻底形成 可这一刀间隙神通 绝对是自己目前的巅峰了 行西在即将被间隙撕裂的时候 挣脱 这女人是真的很可怕 不 天梭刀从行西的眉心披落 行西盯着敌九眼里 闪过一种极度的仇恨 随即肉身崩溃消散 敌九抓住天梭刀 反而愣神了 这不对劲啊 事实上行西完全可以逃走 这个女人在挣脱她间隙神通的瞬息时间 就可以逃掉小命 最多只是让自己披落一条胳膊而已 绝对不至于没有半点挣扎 让她的天梭刀从眉心披落 这还不是最让敌九疑惑的 最让敌九疑惑的是 行西被她披杀后 竟连元神也没有溢出 直接溃散了 敌道友 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行西完全可以逃走 她没有逃 而且连元神都没有溢出 一边的清廉圣主忽然开口说道 敌九抬手将那古琴抓在手中 这才有些歉意地看着清廉圣主说道 清廉道友 这女人杀了我朋友 抢走了我朋友的顿木琴 我一时间没有忍住杀意 直接批了这个女人 清廉圣主是行西暗算的 她想要完善自己的大盗 只要行西还活着 她就必须杀掉行西 而且还是亲手杀掉 敌九杀了行西 自然要向她道歉 清廉圣主摇了摇头 不 我不是在意这个 其实最后行西的确是可以逃走的 但是她故意让你杀了 敌九 无数地方 还是第一次听到清廉圣主的这种说法 谁活得不耐烦了 故意让人杀 清廉圣主叹息一声说道 造化清廉 是当初宇宙初分时候 五大造化宝物之一 其中清廉道运 更是有一种 其余造化宝物无法比拟的地方 那就是 重生 其实在很早之前 很多人肉身受养后 都用九品神连 或者是罗魄仙连塑造肉身 而造化清廉 更是开天辟地产出 岂止是恢复肉身 只要修炼了清廉大道 并且跨入第三步的修士 都有两次重生机会 这种重生机会 可不是重生就算了 而是在原本大道基础上 更上层楼 行西挣脱了你的时间法则神通后 依然让你批杀 只是让她能够重生而已 这次重生 也是她最后一次活的机会 重生后 她实力更强 所以 下次敌道友遇见这个女人 倒是要小心了 敌九按照心经 忍不住说道 好狠立地女人 她总算是明白了 为何行西要挣脱她的时间法则 神通在被杀了 是为了有机会去轮回 清廉圣主摇了摇头 如果她不是看见我出现的话 恐怕还不会做出这个选择 她看见我出现了 就知道想要胜过我 就必须再轮回一次 当她第二次轮回重生后 她的大道棱角 将被彻底摸平 大道无风 这才是清廉道的最高层次 敌九倒是没有将行西放在心上 就算是行西 再重生一次 甚至大道更加圆润 哪又如何 难道她一个不断进步的 还不如一个从头开始的 看见敌九 没有在意 清廉圣主 也没有继续多说什么 敌九的出手她见识过了 绝对是她见识过最强的强者之一 行西 哪怕是最后一次轮回重生 也不一定能拿敌九如何 倒是她自己要小心了 她也是借助清廉大道重生的 虽然有敌九赠送的一滴 宇宙真髓 可她必须要尽快合道 甚至要尽快圆润自己的清廉大道 否则的话 将来还是会隐在行西手中 敌道友 我要寻找地方合道 就此别过 清廉圣主对敌九一抱拳 她刚刚完善自己的肉身出来 并没有多少时间消耗 敌九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道 清廉道友 如果你要合道的话 我倒是有一个去处 不过那个地方进去后 想要再出来 恐怕很难很难 清廉圣主听到敌九的话 心里一震 立即问道 还请敌道友告知 望山禁地的大道渊 在大道渊里面有一条路 通往望山 望山上有很多的造化道运池 是正道的最佳去处 只是进去后 想要再出来 那是千难万难 至少现在 那里面就被困了很多第三步强者 敌九实话说道 清廉圣主再次感谢道 多谢敌道友告知 我立即就去望山禁地 说完后 身形一展 直接消失不见 她甚至都没有询问 敌九望山在什么地方 对她这种人来说 道无处不在 敌九说的望山 肯定是一个固定的地方 但望山她很清楚 这个地方是造化道运所在的地方 只有自己感受到的望山 才是真正的望山 这就是她不问敌九的原因 敌九看着清廉圣主消失的地方 沉默不语 她很清楚 被清廉圣主来说 必须挣最强的道 否则的话 她活着还是毫无意义 最后依然会被形犀斩杀 第九零二章 没资格破太极护阵 如果去掉水银那种诡异的 顿术手段 敌九的规则顿术 几乎可以说是 整个宇宙最快的顿术了 仅仅是半天时间 敌九就对自己的五方旗 感应变得清晰起来 随即敌九脸色就冷了下来 她进入望山禁地 到现在都百年多时间过去了 而她的五方旗 依然在承受着攻击 可见她真的没有猜错 只要她再晚个几年回来 恐怕太极戒将被轰碎 哄 一声巨大的声响 几乎将整个太极戒都震动了 就好像地震一般 几乎所有的人的 脸上都可以看见一种绝望和紧张 太极戒浩瀚无边 一般情况下 就算是第三步强者 也别想让太极戒震动 但敌九用四枚五方旗呼应 锁住了太极戒 第三步强者来这里攻击太极戒 五方旗必须要转移攻击力量 这种攻击力量 就会让太极戒震动了 方剑西脸色凝重地说道 以这种威势攻击下去 恐怕太极戒护震 最多只能坚持数个月 大镇门宗主贺一说道 我总感觉最近一段时间 太极戒护震的攻击 比之前要强烈了很多 方剑西叹了口气 我也感受到了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贝加又来了别的第三步强者 太极戒恐怕保不住了 我们说到这里 方剑西的目光 从大殿中扫了过去 两久都没有说话 所有的人都是沉默下来 人机煞呼地说道 就算是自允了 我也不会被被加那群恶魔恋化 人机煞的话 让众人更是沉默 大家都明白 人机煞话的意思 击被天海被加的凶残 这里的人都听说过 一旦得罪这个家族 除非他们不出来 若是出来了 可不是杀一个人了事 一般都是杀一剑 恋化一剑 玄黄剑就是前车之剑 方剑西缓缓说道 我同意认负宗主的意见 若是护震真的被轰破 我们就用这条命和他们拼了 就算是被杀 也比别人恋化圈养在这里强 我相信 以道军的精彩绝艳 将来终究有一天会为我们报仇的 方剑西的话 突兀顿主 因为更为可怕的声响传来 这一刻 太极界星空刀宗一世大殿 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 他们都是看着太极界护震之外 轰轰轰 接连几件法宝 轰在太极界的护震之上 太极界的护震 发出越来越响的咔咔轰鸣 被一飞 一边攻击太极界的护震 一边兴奋地说道 苦师叔和平师兄来了后 我们轰破太极界护震的时间 至少要减少一半 被鲫鱼呵呵一笑 一飞失职 你这就弄错了 我们的时间不是减少一半 而是减少九成时间 原本 我们两个还需要几十年 现在最多 还需要一年时间 这个护震就会直接被轰破 错了 就算是再给你一年 你也没有这个资格 打破太极界的护震 一个 不屑的声音传来 跟着一名背着一柄 寻常长刀的蓝衣青年 落在了广场上 贝加四人同时获地转身 他们居然不知道 这个青年是怎么来的 是什么时候来的 你是谁 贝锡鱼停止了酝酿神通 一步就封住了敌九的去路 同一时间 贝苦 贝一飞和贝拼三人 也击脚力 封锁住了敌九的去路 敌九哈哈一笑 我是何人 太极界的道君就是我 你就是敌九 杀了我贝加贝捷的那个蝼蚁 贝锡鱼听到 太极界道君这几个字 就知道了敌九的来历 贝苦在一边说道 没错 贝捷就是他杀的 我有他的虚空影像 此人很是心狠手辣 贝加 即贝天海的贝加 敌九忽然想了起来 他似乎听谁说起过这个名字 贝锡鱼打量了一番敌九 心里大定 敌九的 修为最多是河道而已 绝对没有夸入第三步 不错 你杀我贝加的贝捷 我贝加自然不会就这样算了 贝锡鱼想的是 如何不让敌九逃走 否则的话 敌九一来 他就动手了 在贝锡鱼看来 如敌九这样的枭雄 必定有一套逃走的手段 一个不小心 敌九就可能逃了 敌九毫不在意地说道 你贝加在什么地方 想要怎么样 贝加如此大张旗鼓的轰击太极剑 敌九很想知道 贝加在什么地方 抽空的时候 也去将贝加的护镇轰掉 他可不是那种打了后 可以大度量不在意的 哈哈 贝依妃哈哈大笑 小小一个河道 也敢妄称为道君 敌九一个蝼蚁暗算了我贝加的一名弟子 你知道结果如何 还有你知道玄黄界如何 敌九微微皱眉 这件事是谁说过一次 不等敌九想清楚 贝依妃就再次大笑说道 结果玄黄界成了一个真灵事件 你应该知道吧 你杀了贝杰后 贝杰的戒指就是玄黄界 这个玄黄真灵事件的来历 就是当年玄黄天外天边缘最大的介遇 不过你放心 等会太极界一样 会成为一个真灵事件 如此狠毒 敌九身上的杀气就涌了上来 太极界的虚空广场 瞬息就被笼罩起来 敌九连绞杀阵都没有发动 只是发动了困杀阵 比起大道渊的那些第三步 被加的两个第三步 敌九还真的没有看在眼里 况且此刻 他的实力比起大道渊来 又强了一大截 呵呵 区区困阵也敢在我面前摆弄 贝侈于不屑的一笑 半月轮即出 就好像抡起了半边宇宙一般 罩住敌九披落 敌九半点躲避的意思都没有 同样也是一道风削刀神通卷过去 敌九也许在河道中是一个佼佼者 可是他从未见识过第三步 根本就不知道第三步的强大 第三步的领域 都是自己的规则凝聚而成 区区一个河道对他动手 哪怕他不动法宝 敌九也撕不开他的介意 他之所以对敌九动手 不是因为对敌九多重视 而是对敌九的法宝很重视 无论是玄黄界真灵事件 还是五方琪 都是他必须要到手的东西 轰轰轰 天梭刀一往无前的刀士 和半月轮道运轰在一起 整个太极界的广场神员 炸裂开来 道运更是混乱不堪 背脊鱼张口 就是一道血剑喷出 他的脸色瞬息就变了 这哪里是河道 他肯定敌九的神员 比他还要浑厚 而他自己的介意领域 在敌九的面前 就好像纸糊的一般 这怎么可能啊 一个和道径的修士 居然无视了他这个 第三步强者的自身领域 而且一刀就破去了 他的半月轮神通 让他中创 不对 敌九绝对不是河道 肯定也是第三步修士 背脊鱼明白 自己不是敌九对手的时候 就要招呼 背脊一起动手 敌九没有再给他任何机会 开天笔记出 虚空中挥出一个死字 死字到欲碾压下来 背脊鱼就感觉到 自己所在的空间 变成了灰色 一切生机 都眼睁睁地从他眼前消失 但若 第903章斩杀殆尽 不用背脊鱼提醒 背脊 已经发现了背脊鱼的不对 同时 他也发现了 敌九根本就不是什么 寻常的河道修士 而是一个不亚于他们的 实力强悍之辈 不亚于他们 那显然是跨入了第三步 背脊寄出自己的太坤棍 疯狂地要冲向敌九 不过这个广场 可是敌九的护镇一部分 这里可不是他构建法则 镇其临时布置的什么 困镇 广场上的困杀镇 一旦被敌九发动 四枚五方骑 同时起作用啊 背脊的太坤棍 轰在敌九的护镇上 仅仅是让敌九的护镇 再次摇晃了一下而已 此刻他不要说去支援背脊鱼 就算是撕开敌九的困阵逃走 也办不到 背苦都办不到 背一飞和背平 更是没有半点办法 背脊鱼 呆滞地看着碾压下来的开天真言 浑身一阵阵发了 那感受 就好像整个宇宙 轰在了他的头顶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背家老祖 不允许背家的人出来了 因为背家的人血液之中 就蕴含着一种疯狂 一旦吃了一点亏 就会拼命报复 现在老祖陨落 背家的背剑仇 成为这一代家主 背剑仇 可不是什么善于之辈 更是早就谋划着 离开极背天海 再次进入五行世界 背剑仇 想要背家出世 可不是为了在五行世界 寻找一个位置而已 而是想要背家在五行世界 称王称霸 按理说 背剑仇 能忍到第二次造化大战之后出来 已经算是非常克制了 可是他肯定想不到 五行宇宙中 依然是强者如云 还有敌九这种恐怖的强者存在 咔嚓 开天笔下真言的死亡道运碾压下来 背剑仇 得领域彻底消散 同一时间 背剑仇的骨骼开始碎裂 而此刻敌九的天梭刀 却彻底锁住了他的道运气息 从他的眉心劈了下来 背剑仇心头一阵冰凉 他 一个第三步强者 在敌九面前 居然如此不堪一击 他忽然想起了很久之前 老祖说的一句话 背家的第三步 都是温床中的第三步 没有经历过五行宇宙的 洗涤 不可与人交锋 噗 背剑仇甚至听到自己眉心碎裂的声音 甚至听到了血液外飙的声音 住手 敌道友 这其中可能有误会 背剑仇疯狂叫道 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赶紧回去 告诉背家的强者 哪怕背家的第三步再多 也没有资格来五行宇宙称王称霸 背家必须留在极背天海 绝对不能出来 敌九眼里全是机讽 轰击了他的太极界百多年 这随随便便就要他住手 若不是他有四枚五方旗 在太极界 太极界早就被轰碎了 你不能杀我 背截就由自取 可我是背家 长老 你杀了后 将和极背天海 结下深仇大恨 背挤于狂叫 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小命担心 而是真的知道 一旦他被敌九杀了 那极背天海和敌九 将是血海深仇 他担心的是 极背天海 极背天海的强者再多 恐怕也禁不住 敌九这种强者这样随意斩杀的 敌九 冷笑 极背天海很牛吗 我还真不信 等我杀了你们这四个杂毛后 我就去极背天海看看 顺便也将极背天海的护震轰了 看看 极背天海 有几个强者 能拔下我几根豪毛 咔嚓 噗 背挤于的头骨撕裂 血雾喷出的声音 传出 背挤于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他的思想慢慢混乱 他心里却犹如明镜一般 极背天海完了 背家完了 当年炼化玄黄界的时候 背家老祖 就认为背家做的 太过 只是当时没有人去管道背家而已 或者是玄黄界 没有出什么强者 找背家算账而已 今天背家终于自己出来 惹了一个强者 斩杀背挤于后 敌九第一时间敞开了困住贝平 和背一飞的困杀阵 背一飞和背平 看见敌九后 疯狂地祭出法宝 扑向敌九 面对两个只有河道的修饰 敌九 仅仅是一拳 两座如山一般的拳风 分开轰了出去 背一飞和背平的法宝 挡住这两座拳风后 敌九的天梭刀 已经卷起两道刀幕 明明知道应该如何应对 可是背一飞和背平 就是无法挣脱敌九的 拳风神通道运束缚 扑扑 两道血剑飙出 比起斩杀背挤于 敌九 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 就斩杀了 还被拳风锁住的背一飞和背平 背一飞轰击太极界护阵的时候 极为兴奋 可是 面对敌九的天梭道 他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 更不要说 除了敌九的拳风之外 他还在敌九的困杀阵之中了 停止了手中的太昆棍 他的实力比背挤鱼还要弱一个层次 背挤鱼在敌九面前 也没有坚持到一十三刻 他背苦根本就不算什么 背家这些年 杀了不少人吧 敌九讥讽地看着背苦 背苦摇了摇头 我背家一直在击背天海 修身养性 从来都不外出 这次 如果不是背截出世 我背家依然不会 出来的 呵呵 不外出 也可以灭掉一个玄黄界 不要说玄黄界的生灵了 就是玄黄界的修士和凡人 加起来 恐怕都有数百亿吧 你背家也能下得去手 真是够狠辣的 我真不明白 为什么宇宙之中 还能允许你背家活到今天 敌九摇了摇头 他是真的不明白 难道五星宇宙 就没有真正的强者 一个背家炼化玄黄界 这种顶级大界 也没有人站出来说话 或者说 宇宙中的修士 都冷血到这种程度了 这么说 你不会放过我背家了 背苦盯着敌九 只要敌九说不放过背家 他立即自爆 敌九感受到背苦周围的 背苦周围的道运 这一刻被敌九的 法字镇压 背苦立即就知道 敌九不会放过背家 他连和敌九打的想法都没有 疯狂撕裂自己的道运 周围的空间混乱起来 那声势就好像宇宙即将爆裂一般 敌九更是不断地鼓动 自己的神源和神面 虚空中 法字道运 更是愈来愈清晰 道运鼓动 阵阵轰鸣 轰 狂暴的神源 炸开 敌九开天笔书写出来的 法字在这一刻 被轰得四分五裂 敌九被这种强大的神源反噬 也是道飞处数十丈远 护震一阵阵的摇晃 几乎要被撕开 好在这个地方 全部是他的地盘 到处都是他布置的镇旗 更是有四枚五方旗 所住这里 这种第三步强者自爆 让敌九有些狼狈 却没有受伤 一切平静下来 敌九也是淤了口气 好在之前的那个 背脊鱼没有来得及自爆 若是每一个第三步强者 都在他面前自爆 他恐怕还真要受伤 背脊鱼和背苦 都是第三步强者 开辟了自己的世界 两人的东西 敌九能得到的棘手 倒是贝一妃和贝平的戒指 敌九是全部不客气地收了起来 若不是敌九想要快点去星空刀宗 他现在就想将背截的戒指 拿出来看看 那到底是不是玄黄界恋化的真灵事件 将一界恋化成真灵事件 这个背家可真是狠毒 第九零四章 农袖起醒来 太极界护震外面 不断传来阵阵轰鸣之音 让聚集在星空刀宗的众多宗主 和几名太极道庭的停住 都是忐忑不安 太极道庭建立时间不长 虽然也有一些修士军 不过将这些修士军拉出去对付第三步强者 那其实就和找死没有多少区别 当敌九斩杀四名 即被天海的修士后 护震外面的轰鸣彻底停了下来 过了足足十数个呼吸时间 人继煞忽然大声说道 会不会是道君回来了 所以 除了大镇门宗主贺仪之外 所有的人都像看傻瓜一样的 看着人继煞 敌道君的确是厉害 可是敌九在厉害 也不至于能和第三步强者抗衡 甚至不是一名第三步强者 人继煞对敌九很是感谢和仰慕 可也不能这样盲目吧 贺仪却说道 我却觉得认负宗主说的 有可能是真的 我太极界的护震 在道君的布置下 坚固无比 想要攻破太极界的护界大阵 必须要连绵不断地攻击 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有人连续攻击了 我太极界百多年都没有停下来的原因 一旦停下来 太极界的护震就会自动修复 那之前做的事情很多都会前功尽弃 贺仪作为一个顶级神阵王 他隐约感觉到了敌九的五方旗 没有五方旗 太极界坚持不到今天 一旦有了五方旗 这五方旗互相呼应的话 想要破开太极界的护震 那就难上加难了 因为五方旗可以提升法阵等级 还可以自动修复护震 五方旗可是先天宝物 这种先天宝物修复护震的层次 自然是非同寻常 这也是有第三步强者 在攻击太极界的护震 如果只是第二步的修饰 贺仪根本就不认为 对方可以破开这个护震 只是五方旗太过珍贵 他没有说出来 方剑西第一个明白过来 他惊喜地看着贺仪 贺停住的意思是 不等方剑西将话说完 贺仪就说道 方护法应该是猜到了 我的意思是 贝加绝对不会停止 对这个护震攻击的 除非他们放弃了 太极界寻仇的机会 因为一旦停止攻击 我们太极的护震 就会迅速复原 以贝加的尿性 肯定不会消耗了 百多年的努力后 突然放弃 唯一的可能 就是有人挡住了贝加 对太极界的攻击 而能挡住贝加 对太极界攻击的人 也许有几个 但是愿意为太极界 这样做的 也许只有敌道军一个人 哈哈哈哈 人机杀哈哈大笑 随即说道 对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只是我想的 没有贺停住通透吧 不等其余人说话 敌酒的声音 已经传了进来 猜得不错 几倍天海的那几个杂矛 想要破太极护镇 被我杀了 倒是各位最近辛苦了 敌酒的话 让所有的人都激动起来 原本等死的 没想到道军一回来 事情就隐热解了 至于杀了几倍天海 强者的后果 没有人去想了 自己都差点死了 谁会去想这种后果 几名宗主赶紧恭声感谢 这一刻 他们才明白 一个强大的道军 对一个界域有多重要 难怪太一界和太素界 可以发展得这么快 那是因为没有人 赶去他们的地盘 随便糟蹋 方剑西赶紧上前说道 见过道军 我们倒是不辛苦 每天商量 其实也商量 不出来什么东西 最多只是和贝加 来一个玉石巨粉而已 倒是道军 一回来 就要辛苦斗法 敌酒立即问道 方护法 你知道几倍天海的所在 敌酒的话一说出来 所有的人都是倒吸一口冷气 很显然 敌酒不会就此罢休了 问这话的意思是 想要去几倍天海寻仇呢 杀了几倍天海的修士 还去几倍天海寻仇的人 恐怕 他们也是第一次看见了吧 几名想要劝说一下敌酒的修士 话到口边 硬生生地咽了下去 如果不是敌酒回来 太极界被炼化 他们也是死路一条 既然活了 敌酒要去寻仇有何不可 大不了打不过贝加 再死一次罢了 道军都不居 他们有什么可惧的 方剑西摇摇头 除了贝加的人 我恐怕没有人知道 事实 就算是被贝加赶出来的弟子 也从未有人透露过 几倍天海的位置 听到方剑西的话 敌酒再看看众人的脸色 立即就知道 大家应该是真不知道 几倍天海在什么地方了 敌酒不想将时间浪费在道庭上 他马上就说道 方 护法 任护法 还有五位停住 太极道庭的事情 就辛苦你们几个了 我需要闭关一段时间 敌酒必须要闭关 他身上有几件被加弟子的戒指 他要炼化 看看有没有几倍天海的位置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玄黄真灵事件 他也必须尽快炼化了 如果其中还有玄黄界的修饰 他将会让这些人 进入太极界生存 听到敌酒要闭关 众人自然是没有任何意见 这次太极界护阵被攻击 几名停住和护法 都没有尽到力气 他们巴不得敌酒将事情 交给他们去做 也好让敌酒知道 他们不是一无是处 龙袖奇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躺在一张玉床上 吓得一跃而起 随即他就震惊地发现 自己的神魂彻底恢复了 不但是彻底恢复 而且没有半点杂质 这怎么可能 他燃烧了自己的魂魄 这是永远不可逆的 怎么会恢复 龙袖奇很快就否认了这个想法 当他看见自己身上的衣服时 浑身更是一片冰寒 他的衣服被人换了 龙袖奇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他抬起头 却看到了让他呆滞的景象 一条条极品和上品神灵脉堆积如山 上品神经形成的飓风就更大了 这些就罢了 他居然看见了一株剑木 剑木他自然知道 这可是传闻中的东西 为何会出现在他的面前 随即他就看见了 睡在剑木下面的闪电 当龙袖奇感受到 闪电身上的气息后 头皮都开始发麻 他肯定这是一头巨无霸神兽 这种神兽 只要对他打个哈欠 就可以将他轰杀 龙袖奇醒来 目光扫向闪电这边的时候 闪电就醒来了 他看见竹母醒了 赶紧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龙袖奇想要去抓自己的法宝 只是他手上现在没有戒指 就在他要绝望地闭上眼睛时 闪电却带着讨好的语气说道 竹母 您总算醒了 太爷可是 每时每刻都来看你 竹母 太爷 龙袖奇疑惑地看着面前的神兽 神兽说话了 还用这种讨好的语气 那显然不会吞他了 闪电更是讨好的说道 太爷带着我上天入地 到处奔波 最后才帮你弄到一枚两借果 然后又用宇宙真髓帮你洗髓 你醒来了 太爷肯定是非常开心 似乎觉得自己描述的并不是特别清楚 闪电说完后 赶紧又补充道 竹母不认识 我也很正常 我是后来被太爷收进来的 我因为姿势太好了 深得太爷的器重 龙袖奇却是愈发冰凉 难道是这个太爷看中他了 将他禁锢在这个真灵世界资质 不对啊 这好像不是真灵世界 第905章锁魂金金 第九的神念 却是愤怒地落在了玄黄真灵世界上 这个真灵世界中 有无数的修士在提炼锁魂金金 如果要说宇宙中最残忍的材料 是什么 那必定是锁魂金金无疑 锁魂金金的原材料 是一个生灵星球的最核心部分 所以要提炼锁魂金金 就必须要灭掉多个有生灵的星球 然后将最核心的部分拿出来提炼 但残忍到这里仅仅是开始而已 想要提炼锁魂金金 必须要用修士寿元和精血提炼 一个修士终其一生 最多也不过是能提炼 拇指大小的一节锁魂金金而已 当这个修士提炼出一节锁魂金金后 这个修士的寿元也到了 迪九的神念随便扫了一下 还在提炼锁魂金金的修士 最多只有千万人了 如果这是人都是玄黄界的 那就是说玄黄界原来的修士 已经是千不存一 事实上迪九相信他没有猜错 这千万人被一个巨大的封禁大阵锁住 每一个人都好像没有灵魂一般的 重复着提炼着锁魂金金的动作 不断有人提炼着提炼着 就倒地陨落了 下一刻 一道力量就席卷过来 将这陨落的修士丢在了封禁大阵的外面 不仅如此 一些修士在提炼的时候开了小差 封禁大阵立即就会卷出一道刃芒 将这修士斩杀 尸骨一样丢在外面 而在这封禁大阵的外面 是一堆堆 犹如连绵山脉一般的白骨 如果说之前只是听说 即被天海的修士 炼化了玄黄界 敌九心里很愤怒的话 那现在亲眼看见这种凄惨的情况 敌九已经是杀意爆棚 这种修士家族 存在得意义是什么 敌九一拳轰了下去 那封禁神阵 直接被他这一拳轰碎 所有在用精血和兽源提炼的修士 都是惊骇地停下了手中的炼化动作 一起抬头看着虚空 下一刻 很多修士就惊喜地发现 他们没有继续提炼锁魂晶晶的时候 第一次没有被封禁神阵斩杀 不仅如此 那封禁神阵似乎也被人轰破了 要知道 在以往的时候 任何人敢停止提炼锁魂晶晶 哪怕只是数息时间 也会被立即轰杀 敌九落在了这些人的上空 他叹息一声说道 你们所在的真灵世界主人是贝杰 此人已经被我斩杀了 按理说 敌九说到这里 这些受骨灵循的修士 应该站起来欢呼才是 让敌九不解的是 这些修士都是茫然地看着敌九 没有人动 也没有人欢呼 他们的脸上除了麻木之外 还有的是一层层死灰气息 敌九很快就明白了是什么原因 看样子 这些修士都以为他斩杀了 贝杰抢走玄黄真灵世界 也不过是第二个贝杰罢了 他们被圈养在这个真灵世界中 自然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敌九只好说道 我现在送你们出去 外面的介域叫着太极界 若是你们愿意的话 就在太极界生活修炼也可以 若是不愿意的话 你们随时都可以离开太极界 你不要圈养我们 一名瘦弱的 只剩下眼睛还能转动的老者 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敌九 不是敌九进来 他最多只能坚持数年罢了 敌九说道 我没有这种恶心的习惯 玄黄真灵世界 我要说起来了 事实上就算是 你们不愿意离开 我也要你们离开这里了 我们愿意走 众多修士都激动起来 他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居然遇见了一个 对圈养他们这些苦工 没有任何兴趣的强者 这简直就是 做梦都梦不到的事情 敌九毫不犹豫地 卷起一道道运 千万修士 被他的道运气息 直接卷出真灵世界 送到了太极界的一个空旷所在 至于那一堆堆的白骨 敌九 直接是一道火焰落在上面 全部化成了飞灰 倒是那一堆 犹如飓风一般的锁魂金金 敌九看得有些叹息 锁魂金金虽然是 宇宙之中最残忍的材料 也是顶级的珍贵材料 这种材料 可以布置最顶级的法阵 也可以炼制最顶级的极品神器 甚至是超越极品神器的宝物 用锁魂金金炼制的法宝 和对手斗法的时候 可以压制对方的神念伸展 由此就能知道 锁魂金金有多珍贵 不过很多修士 就算是用锁魂金金炼制了法宝 也会将锁魂金金的气息隐秘起来 因为在宇宙之中 用锁魂金金炼制法宝的修士 是最受人鄙视的 而且一个不好 还会群起公知 敌九 可以肯定 如果他用这么多的锁魂金金 炼制成为万柄极品刀器 那他的刀阵 恐怕会成为他最厉害的杀手锏 敌九摇了摇头 抬手丢出一把镇旗 将这飓风一般的锁魂金金 封印起来 这一堆锁魂金金 凝聚了数百亿修士的性命 全部是鲜血凝聚起来的 他在需要顶级材料炼制刀器 也不会用这种材料 击贝天海这个家族 他一定要干掉 哪怕他在几名备家修士戒指中 美好友找到 击贝天海的位置 他也打算找过去 将击贝天海灭了 这种修真家族太过恶心 动不动就灭掉一剑 炼化一剑 谁能肯定将来得罪 击贝天海的修士当中 没有和他朋友亲人 住在一个界域的 既然防备不了 所幸灭掉了这个恶心的修真家族 击贝天海的强者 肯定不少 第三步恐怕也不止一两个 虽然击贝天海的 第三步修士和大道渊的比起来 要若很多 狄九还是决定闭关一段时间 不仅如此 狄九还打算再去一趟施道界 将阴阳太极图拿回来 他是太极道君 既然阴阳太极图 是太极界的镇压气运法宝 那他就收回来 镇压到太极界再说 狄九寻找到了自己道的方向 只要有足够的修炼资源 持续地融合自己的大道规则 那他的实力 肯定是蹭蹭上涨 况且 他的开天真眼 一样需要闭关 收起玄黄真灵世界 狄九准备 抓出几条极品神灵脉的时候 守护的顿主 随即他身形一闪 激动地冲到了地九世界中 秀奇 虽然明知道 秀奇没有事了 但秀奇在他眼前再次生还过来 狄九依然是激动难以 这么多年过去 秀奇终于就回来了 太爷 竹母醒了 闪电赶紧过来 讨好的说道 龙秀奇一呆 随即就明白了 狄九就是太爷 那压抑在心里长久的思念爆发开来 眼圈一红 龙秀奇再也忍不住冲到了狄九的怀里 从当年在地球上分别后 他疯狂努力地修炼 还要独自带着两个孩子 这其中的艰辛 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 现在他终于再次遇见了 他丈夫 闪电可不是什么呆卦 他赶紧转身 想要躲到一边去 但是下一刻 他已经被狄九丢出了 狄九事件 第906章夫妻夜话 是望川 不是望川 龙秀奇 纠正着狄九的错误 还是 望川秋水的意思 狄九爱连地俯了俯 龙秀奇的头发 惭愧地说道 望川和秋水 都是你一个人拉扯大 我没有尽到责任 这些年苦了你 龙秀奇眼圈一红 随即摇了摇头 说道 对不起 是我没有照顾好他们 秋水婚姻不幸 因为传授给他的功法 让他被人利用了 后来我虽然和望川 就出了秋水 他的一个女儿却腰了 他说着说着 已经沉浸到了 当年的回忆之中 在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几天 那就是成为 狄九妻子的几天 和大哥在一起 无忧无虑 可是有一天 狄九离开后 再也没有回来 他等了很多年 依然是没有等到狄九 却在和神子宇的一次探险中 无意中进入传送阵 离开了地球 曾经他不止一次地想 这一辈子恐怕 再也没有机会见到狄九了 正因为如此 他才对自己的生命 并不是看得多重 燃烧魂魄 就燃烧魂魄吧 也许轮回后 还能看见狄九 让他永远也没有想到的 是 他燃烧了魂魄后 反而再次见到了狄九 如果早知道燃烧魂魄 可以找到狄九 他也许早就这样做了 你说的是香女 狄九立即问道 龙秀奇惊喜不已地看着狄九 大哥 你怎么知道 香女 对不起 说起香女 他心里很是惭愧 当年他根本就不想要这个宁家的重 秋水那个时候 因为店挂着他丈夫 早就将香女忘记了 这么多年过去 当年的那种愤怒 早已消失不见 宁家再狠立 做得不对 可是和小孩无关啊 香女是无辜的 狄九说道 那年我重伤落在了大冤心 是香女救了我 我想应该是冥冥之中有感应吧 我见到香女的那一刻 对你们更是思念 那 蒙秀奇捂住嘴巴 眼里全是后怕 如果香女被宁家迁怒 然后被杀了 狄九落在大冤心 岂不是没有人救了 狄九一看农秀奇的表情 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叹息一声说道 宁家不是放过了香女 只是将几岁的香女 丢弃在臭水沟中 若不是香女的两个朋友相救 香女恐怕再就隐了 直到我见到香女的时候 她和两位朋友一起求生 过得是艰苦一些 倒也有朋友照顾 后来我带走了她 我进入仙界的时候 将她留在了一个仙城 只是没想到我这一走 就没有再回去过 狄九已下定决心 带秀奇一起回去 将香女找到 龙秀奇 眼泪又是忍不住地落了下来 她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没有去管香女 对不起 我 我 龙秀奇说了几个 我后 心里惭愧到极致 再也说不上来了 狄九拍了拍 龙秀奇 安慰说道 你不用担心 香女并不会怪你的 龙秀奇摇了摇头 不 香女肯定会怨恨我 狄九笑了笑 香女心很善良 她只记得爱 很少聚集仇恨 她心里只有对你和秋水的思念 没有半点怨恨 听到狄九的话 龙秀奇更是惭愧 她好歹见识的更多 最后连香女也不如 狄九插开话题说道 过一段时间 我带你去看看 香女 对了 秋水和望川在什么地方飞生的 为何我从未查到过他们的消息 龙秀奇听到狄九的话 情绪更是低落下来 我没有照看好他们 当年秋水失去了夫君后 就变得有些沉默寡言 精神上也受到了一些打击 倒是修炼速度更快了 她在修炼到化真圆满后 因为望川想要回到地球去找你 她一定要和望川一起去 本来我也打算和他们一起去的 只是子虞姐说 也许你离开地球了 甚至飞生了仙界 所以我就和望川 还有秋水约定 分开 我飞生仙界去寻找你 他们去地球寻找 如果找不到 也立即飞生仙界会合 狄九一 皱眉 疑惑地问道 他们怎么回去的 我们认识了一个强大的福岛高手 向他求了几张猎剑 福 秋水和望川离开大渊星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们 等我和子虞姐飞生仙界后 子虞姐和我失去了联系 我拼命修炼 希望有一天 可以撕开低级界面回地球 看看 我的机缘不错 找到了一个传承遗迹 说到这里 龙秀奇似乎想起了什么 他赶紧抓出一枚珠子 递给狄九 大哥 这个给你 我就是得到了这枚珠子后 修炼一日千里 更是进步飞速 狄九将这枚珠子 一接到手中 立即就感受到了一种 淡淡的道运流转 这种道运 流转带着清新干净的气息 仅仅是握在手中一会 狄九就感受到 自己的道清晰了一些 这绝对是好东西 狄九的神念 立即就落在了 自己的世界书上 随即他就 看看了世界书上多了一页 运道珠 仙天宝物 可以孕育任何大道 增强大道感悟 和修炼进度 洗涤玻璃 大道残念 难怪农秀奇 能在短短时间 飞升到道界 实力进步如此迅速了 秀奇 这是运道珠 你为何到现在还没有练化 如果你练化了 你的修为 甚至比现在还要强大 很多 狄九将运道珠 还给了农秀奇 农秀奇一推 摇了摇头说道 大哥 我故意不练化 留给你的 只有你的修为强大 我们家才安全 我一直跟在你身边 要不要这个都无所谓 狄九依然是将运道珠 放在了农秀奇的手中 秀奇 我修炼的功法非同一般 我的修为 比你要强的太多太多 要不要运道珠 其实没有多少分别 这东西 你留下来 我再送你一样东西 说完 滴九抓出来一朵黑色 莲花放在了农秀奇的面前 那种先天道运席卷过来 农秀奇立即就知道 这东西 绝对是宇宙之中 最顶级的宝物 他张大嘴巴 看着滴九 大哥 这是 这是蔑视 黑莲 我无意中得到的 不仅如此 我还得到了一丝 造化清莲本源 本会一起给你 只要你用造化清莲本源 培育这朵蔑视黑莲 很有可能再培育出来一朵 造化黑莲 滴九解释道 这朵黑莲 可以说是他得到的宝物中 潜力最大的 现在留给了农秀奇 至于江山湖 滴九决定 还是留给望川 他的好东西够多 这些留在自己身边 还不如传承下去 传说是真的 真的有蔑视黑莲 农秀奇 惊喜地看着滴九 他可是知道 华夏传说的 滴九点点头 我肯定华夏传说 不是无敌放石 很多东西 都是存在的 我已经看见好几样了 这黑莲你收起来 我身上好东西 很多 看了一眼滴九的开天笔 和虚空山 农秀奇点了点头 将蔑视黑莲收了起来 滴九再拿了一个真灵世界 送给农秀奇 又在其中装了一堆东西 才说道 我必须要尽快融合自己的大道 等我融合了大道后 我带你去地球 寻找望川和秋水 你可以前往地球 农秀奇 惊喜无比地看着滴九 滴九肯定地说道 可以 等我得到再融合一些 我就可以撕开五星宇宙 然后去地球寻找他们 第907章 大鼎已被灭 大鼎自由先程之外 两名女子正站在这里 左边的女子身穿青裙 长相很是清秀 右边的女子相貌 看起来有些普通 身穿红裙 两人站在一起 看起来就好像姐妹一般 娘 这里就是大鼎自由先程了 当年爷爷 就是将我带到这个地方 没想到 我离开这些年 这里竟被毁了 红裙女子柔生说道 这正是离开四方先路的 嫡香女和嫡秋水 嫡秋水自从丈夫 被娘亲杀了后 一直过得有些糊涂 离开娘亲浓秀奇后 过得更是糊涂了 若不是这次遇见 女儿嫡香女 她说不定早就被人利用 然后斩杀了 好在香女身上好东西不少 加上又是嫡秋水的亲生女儿 两人一起生活了多年后 嫡秋水已经渐渐恢复了过来 香女 你和爷爷就生活在这个地方吗 嫡秋水看着残破不堪的 大顶自由仙城 疑惑地问了一句 嫡香女眼圈有些红 她点了点头 是的 当年我和爷爷 一起在这里生活 还有很多朋友 谢皇大哥 霍浅浅姐姐 还有树地 黑火 甚至大顶自由仙城的城主 米纪前辈 他们都是很好的 可不知道为什么 我去寻找 爷爷回来后 这里就变成这样了 大顶自由仙城一片死寂 不要说修饰 就算是蚂蚁 这里也看不到一个 这不但让香女伤感 同时也有些担心 不知道那些 对她一直照顾 有家的朋友和亲人们 现在可好 香女 我要去寻找你爷爷 我们一起去吧 嫡秋水看出来了 女儿的伤感 不想继续留在这里 让女儿继续伤感 嫡香女恩了一声 然后说道 娘 我想要进去看看 当年我们的那个 和平饭店还再不在 还有是不是能找到 黑火和树地 以及谢皇哥哥的消息 嫡秋水看了一眼 残破不堪的 大顶自由仙城 这里透露出一种死灰气息 就好像黑暗中 张开巨口的一个野兽一般 就等着别人送入口中 这些年 嫡秋水因为丈夫被杀 心神上出了一些问题 因为没有了太多的杂念 修炼上反而进步更快 不仅如此 对天地万物的感应 也是更加的敏感 找到女儿后 她渐渐恢复过来 但那种第六感觉 并没有消失 香女 我总觉得 这个大顶自由仙城 有些古怪 里面的人都莫名其妙消失 应该不是无缘无故 我们不如先去寻找你 爷爷吧 等找到你爷爷后 也许就有办法了 嫡秋水看着 死气沉沉的大顶自由仙城 心里的那种不舒服 越来越强烈 嫡秋水性格温和 不要说是她娘亲说的话 就算是一个陌生人说 这个仙城有古怪 她也许都不会去争辩 现在娘亲说这个话 她立即就点头 嗯 娘 我听你的 我们就暂时不进去了 那我们走吧 嫡秋水和嫡秋女 刚想要转身 大顶自由仙城 忽然传来一道恐怖的犀利 就好像嫡秋水 潜意识中的那种感觉 一个巨兽张开了嘴巴 想要将它们吸进去 一般 哪怕嫡秋水和嫡秋女 都是先帝境界 依然无法阻拦住 这种恐怖的犀利 不由自主地 被卷向了死灰气息一般的 大顶自由仙城 香女 等会你走 去寻找 你爷爷 我 嫡秋水疯狂地卷起仙缘 想要将香女送走 然后她一个人 进入大顶自由仙城 不过香女 早就抓出一把 震气丢了出去 然后带着嫡秋水 身形一展 瞬息冲向 大顶自由仙城的外围 轰轰轰 震气爆裂开来 就好像这一方 虚空被撕裂开来一般 嫡秋水和嫡香女 在震气爆裂的那一瞬间 就感受到了周围 一清 随即 嫡香女一袋 嫡秋水 两人化为一道影子 早已冲出了 犀利狂卷的范围 冲出大顶自由仙城的 犀利范围 嫡香女的神念顿数 更是发挥到了极致 转瞬 时间 就将大顶自由仙城 远远丢在了后面 足足半天时间后 嫡香女这才停了下来 后怕的说道 娘 你猜的真没错 我们差的就被那个 大顶自由仙城吞噬了 嫡秋水精益的看着女儿 不敢相信的问道 香女 你的震道怎么如此强悍 你一边修炼 还有时间去研究震道 你刚才那短短时间 就布置了一个顶级的爆裂 神震 挡住了犀利吧 还有 你的盾数 怎么也如此强大 我也修炼到了 先帝 还从未见过这种强大的盾数 嫡香女眼里露出思念 虽然她从来不记恨 但在她心里 最亲近的依然是 爷爷敌酒 敌秋水明白过来 不用香女回答 就说道 是爷爷传授给你的 香女点点头 不过 我刚才用震气 并不是布置爆裂症 而是直接激发了 外面的爆裂症而已 这个爆裂症 是当年爷爷布置的 爷爷将震气交给我了 没想到我今天还真用上了 还有那个盾数 叫着神念盾数 当年爷爷 走的时候刻在了我的 石海中 我修炼起来 更是事半功倍 如果不是爷爷 我不要说修炼到 现在这个地步 恐怕早就化成枯骨了 香女说着 眼圈也红了 不知道这些年过去 爷爷 可好 除了这件事之外 大鼎自由先程的事情 也让她心里忐忑不安 大鼎自由先程 出现这种诡异的事情 不知道谢荒哥哥 黑火和树地 是不是已经从里面出来了 可是她实力有限 实在是没有能力进去查看 香女 不用想了 我们去找你爷爷吧 敌秋水是敌香女的娘 女儿的心思自然是明白 敌香女恩了一声 她更是知道 爷爷对谢荒 还有小树地 黑火感情一样很深 若是知道大鼎自由先程出世 肯定会非常着急的 娘 我将爷爷教的神念顿数交给你吧 敌香女心里也很清楚 想要马上找到爷爷敌九 那是不可能的 咔嚓 敌九抬手轻松撕开了一条虚空裂缝 她心里彻底松了口气 她的道终于有了雏形 甚至她的世界 也有了一个模糊的轮廓 等她的道彻底成形 她的世界也会真正地完善起来 也许那个时候 也是她跨入第三步的时候 不过现在 她必须要离开太极界一趟 本来太极界是她准备跨入第三步的道基的一部分 后来因为救了太极界 和太极界许多人成了朋友 这也让她对太极界有了感情 现在太极界一切都步入了正轨 她也要为自己的第三步做一些准备 既然想要跨入第三步 那最基本的 要完善自己的道心 连一对儿女都生死不知 还有香女 一直被她丢在大顶 自由先程没有管过 除了香女 还有黑火 树地 以及解荒 都在大顶自由先程 所以她必须要离开这里一趟 找到香女和望川 秋水 再将黑火几个带到太极界 因为和敌九的境界相差太大 和敌九在一起待了几天后 龙秀奇就进入了深层次的闭关之中 她必须要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 否则的话 她将距离敌九越来越远 作为地球出来的修饰 她心里总是有一种紧迫感 觉得自己修为距离敌九越远 那她将来就可能距离敌九越远 第908章 那是因为还不够强 敌九离开太极界 太极界的护戒法宝是阴阳太极图 她将来会将阴阳太极图拿回来 置入太极界 不过 在离开这一方戒狱之前 敌九决定 先将击备天海的背家灭了 离开太极界回到仙界 那可不是戒狱之间的行走 而是高级戒狱到低级戒狱之间 甚至和未免也有关系 就算是敌九 也不能肯定自己离开后 能不能及时回来 什么时候回来 所以 她必须要将击备天海这个定时炸弹做掉 否则的话 她还真的不放心这样离开 做掉击备天海 最好是找几个帮手 倒是有两个好帮手 现在联系不上 一个是破虚道君 还有一个就是左众人 破虚道君才何道进 若是等破虚跨入第三步后 恐怕要远远强于左众人 想到破虚道君和左众人 敌九就想到了那个神秘的词 破虚和左众人都对这个词有些忌惮 甚至连一击都忌惮他 不知道词这家伙到底是何方神圣 就好像有心灵感应一般 敌九刚刚想到神秘的词 耳边就传来了词的问候声音 敌兄弟 没想到我们能在这里见面 这次多谢你了 你的这个情分 我词记下来了 将来必有所报 话音落下 身材瘦小的词 就出现在了敌九面前 从他的称呼上来看 的确是将敌九 当成好朋友了 敌九总感觉 词比起在大道渊的时候 实力再次上升了一个层次 因为若不是刻意 他几乎都感应不到词的存在 敌九笑了笑也是 抱拳说道 顺少尔未罢了 能结识到有这种能人 也是信誓 让敌九惊讶的是 他谦虚的一句话说出来 词竟然笑了笑 没有半点在意的就接纳了 很显然 词也认为敌九认识他是姓氏 敌九有些无语 他正想告词的时候 词忽然问道 不知道敌兄弟要去哪里 要灭掉极被天海的事情 敌九根本就没有隐瞒 很是干脆的说道 极被天海的几个 杂毛得罪我了 我这次要将极被天海端了 词兄 就此别过 将来有空再一起喝茶 词愣愣的听着敌九的话 好一会才竖起大拇指说道 敌兄弟 我之前倒是认知错误了些 我以为你是那种 喜欢退一步海阔天空的人 没想到 居然还有如此耿直的一面 感情词将敌九 想要干掉极被天海的想法 认为成了耿直 敌九有些哭笑不得 他只好说道 我觉得一般的事情 能退一步还是退一步的好 只是我和极被天海的仇 不是退一步就能解决的 既然退一步不能解决 那干脆进一步好了 对 词大声说道 敌兄弟 我支持你这样做 大丈夫 生于世间 行事当干脆 别犹犹豫豫豫豫豫的 走 我和你一起去 我一定要帮你这个忙 说实在话 敌九对此的观点 很是不以为然 他觉得 一个人的情商高低 就在于会不会让步 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句话 绝对不是瞎说的 有时候的确需要退一步 在有些事情上 他根本就不觉得 退步有什么丢人的 这是高情商的表现 就好像狗咬了你一口 难道你还会咬回去不成 一般来说 如果被狗咬了 敌九根本就懒得去理睬 只有这条狗 想要他命的时候 他会直接一窝打死 这样简单直接 无论当初在修真界 或者是仙界和道界 得罪他的宗门和修士 实在是太多了 他后来 也没有去斩尽杀绝 最后实力上来 就算是曾经想要 干到他的宗门 也要附和在他身后 因为他们 已经不在一个层次 一个强者 为什么要和 不在一个层次的蝼蚁啰嗦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那些被得罪了 一定要找回场子 想要让蝼蚁知道 自己才是强者的人 那是因为 他还不够强而已 随着他的修为越高 他越是不会在意 这种曾经得罪他的小人物 至于击贝天海 他不灭 那是可能会造成 太极被灭掉的 所以他 才会去灭掉 况且击贝天海的力量 和他对比 那也不是什么蝼蚁 狄九 本来不打算邀请词一起去的 不过想到词的神秘 他改变了主意 索性说道 那就多谢词兄了 只是我现在只能知道 击贝天海的大致方位 词不等狄九将话说完 哈哈一笑 手一摆说道 狄击贝天海而已 我知道 事实上在宇宙中 还没有我不知道的地方 走吧 我带路 狄九跟在词身后 最开始的时候 词速度并不算很快 但随着两人进入虚空深处后 词的速度是越来越快 不过无论词盾的有多快 都有空间盗运波动传来 这让狄九很容易找到他的 前进方位 狄九最厉害的神通 其实并不算什么攻击手段 而是盾数 无论词的速度有多快 狄九仅仅用神念盾数 就可以轻松地跟上词 两人急奔了一天时间后 词的速度 就已经让狄九的神念盾跟不上了 狄九心里很是惊异 他很少用神念盾 并不是说 他的神念盾速度不快 而是因为他的规则 盾数比神念盾数更快 让他没有想到的 是 他还能遇见一个 比他神念盾数还要快的家伙 这个词是真的有些神秘啊 虽说现在 他的神念盾数追不上词 并不是因为 神念盾数本身的问题 而是因为他的修为比词要弱 这依然表明了 词的盾数有多高明 事实上词比狄九更为震惊 他看得出来 狄九修炼的功法非同小可 否则的话 就不可能带着他们离开大道渊 冲出望山境地 他同样清楚 狄九的战斗能力很强 那是因为狄九的大道强悍道 不会比造化功法弱 同时 狄九身上还有顶级的大秘密 但狄九的修为 应该只是合道初七 他还是可以看出来的 一个合道初七的修士 就能用盾数勉强跟上他 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 很多人都以为 他的真正厉害的是绝护 事实上 他真正引以为豪的本事 是盾数 就在词准备放慢速度的时候 他惊骇地发现 狄九的速度 竟再次上了一个层次 也就是说 之前狄九没有尽全力 这是什么盾数 此立即将自己的盾数 发挥到了极致 他就不相信 还有人修为不如他 盾数能跟上他的 很快此就知道 狄九的盾数 比他只强不弱 无论他的速度有多快 狄九始终是跟在他的身后 那样子 很显然 是似乎随时随地 都可以超过他 狄兄弟 你的盾数超过我 是我见过最厉害的盾数 哪怕是将所有人 都不放在眼里的词 此刻也忍不住赞道 狄九微微一笑 比起雌凶 我还差得远 词摇了摇头 我从来都不说虚假的话 我现在只庆幸 我和你是朋友 否则的话 我恐怕逃不过 你的追杀 狄九没有回答这句话 如果是在词带路之前 他的盾数虽比词快 想要追杀词 恐怕还不行 就和那个水银一般 词一定有能力顿走后 不留下一丝痕迹 但是现在 狄九知道 只要词被他神念扫到 就再也难以 从他的神念之下顿走 因为他修炼的是 规则盾数 被他知道了 顿数规则 就别想从他的追踪下逃离 第九零九章 是你 到了 因为两人的行走 速度太快 第十一天的时候 词就停了下来 眼前只有一片虚空 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 狄九正在疑惑间 词抬手再出 一枚正气丢了出去 很快一个隐隐约约的星球 就出现在狄九的面前 狄九不用问 就知道 词早就在这里布置了后手 否则的话 不可能一枚正气 就将隐藏在虚空中的星球 显露出来 词就嘿嘿一笑 主动说道 也许和我干的勾当有关系 当年 我为了以防万一 很多地方都留了后手 这个击背天海 就是其中一个 没想到击背天海 没有惹到我 却惹到了狄兄弟 你 狄九没有询问 词干的是什么勾当 只是惊讶地 看着眼前的一个星球 确切地说 这不算是一个星球 而是 悬浮在虚空之中的 一个漂浮大陆 尽管还没有进入这个大陆 狄九却能感受到 这个大陆的天地规则 比太极界还完善 这似乎有些古怪 在这个大陆周边 裹着一层又一层的大气层 隐隐约约 有一个巨大的广场 隐匿在大气层之中 你是不是奇怪 击背天海 这个隐匿在虚空之中的 悬浮大陆 还有这种完善的 天地规则 所处的地方 显然是一个不完善的星球 仅仅算是一个残破 悬浮大陆而已 为何这个大陆天地规则 如此齐全 的确是让我惊讶 词淡淡说道 不用惊讶 其实这在很早以前 都是大家公认的事情 击背天海的修饰 残忍毒辣 比我还要过分 我此做事 仅仅是冤有投债有主 得罪了我什么层次 我报复到什么层次而已 这击背天海 可不同 他们的弟子 被人杀了一个 就能灭掉对方的星球 至于击背天海的 这个悬浮大陆 原本也仅仅是一个 低级规则的所在地而已 击背天海硬生生地 从最顶级的星球中 抽离星球本源和气域 然后硬生生地 塞到了这个地方 不知道多少星球的灭亡 这才造成了击背天海的惊天 敌九道吸了一口冷气 他一直以为 击背天海炼化玄黄界 够残忍的了 没想到 击背天海残忍到这种程度 不断剥离星球本源和气域 这要灭掉多少生命 词 却是冷笑一声 击背天海这样做 是在自取灭亡而已 别看击背天海 兴旺无比 我肯定第三步强者一定过百了 不过就算是如此 又如何 击背天海这个地方 培养出来的第三步 仅仅是虚表而已 或者说 这种第三步 只比伪第三步强了 那么一点点 击背天海 想要依靠这种强者 来宇宙称王称霸 还差得远 当年贝加老祖 倒是知趣的很 只是贝加的后辈 就有那么点不知趣了 上百第三步 敌九再次沉默无语了 他见识过 击背天海的第三步 若是四五个 甚至七八个 他也有把握干掉 可是上百第三步修士 他肯定是无法 灭掉击背天海的 看样子 自己太过高看自己了 若不是辞来这里 他或者和 击背天海的修士 拼了一个两败俱伤 最后还会放出去 一堆强者 灭掉太极剑 此这种老妖怪 一看敌九的表情 就知道敌九的 担心 他再次一笑 敌兄弟 虽然单对单 我肯定不是你的对手 但是论起杀人 你就比不上我了 若是你一个人来 击背天海 你肯定灭不了 不但灭不了 最后还会造成对方反噬 然后两败俱伤 我来就不一样了 击背天海最忌惮的人之中 我绝对是排名前三的那一个 不过 为了不让击背天海的人 逃走一个 我建议 是先用困阵 将击背天海锁住 敌九摇了摇头 没有用的 上百第三步 不要说河道有多少 他们最多只要十个呼吸 就可以撕开我们布置的困阵 无论我们 布置什么困阵 都是没有用 瓷点点头 你说的对 但十个呼吸 绝对足够我杀 击背天海这个地方的人 十次 敌九惊讶地看着瓷 难道这个家伙 就是灾难道军 灾难道军的弟子问行 被他干跑了 似乎也没有那么厉害啊 哪怕心里 已经是非常疑惑了 敌九依然没有询问瓷的来历 只是抓出一把正旗说道 布置困阵 我可以 只是击背天海这片地方太大 我一个人布置困阵 至少需要一个多月 瓷摇了摇头 不用 你只要锁住 疾背天海的出口 就可以 别的看我就行 敌九本来还想要帮忙一起的 现在听瓷这么说 他似乎什么忙都帮不上 但敌九依然是想要看看 瓷是不是真和他说的那样厉害 一枚枚正旗 被敌九丢下去 要锁住 疾背天海的出口 敌九根本就没有费任何气力 仅仅半天时间 就布置了一个九级神阵 敌兄弟 好厉害的阵道 我比起你来差得远了 难怪你可以轻松地 离开大岛渊 看见敌九布置的困阵 瓷也是倒吸冷气 敌九还没有说话 就看见两边的大气层 忽然淡落起来 随即一个看起来 气势浩瀚磅礴礴的虚空大陆 出现在眼前 他们发现了 没想到极背天海的背家 除了被孤艳之外 倒也是出了几个人才 瓷毫不在意地说了一句后 已是一步落在了极背天海外面 巨大的广场之上 敌九跟着就落在了瓷的身边 一名肤色微黑 面带威严的男子 同样是落在了敌九的困阵边缘 片刻之后 在他的身后 出现了四五名强者 敌九不用神念扫 也知道 这都是第三部强者 这些人出现后 并没有立即攻击敌九的困阵 而是冷冷地看着敌九 和瓷说道 两位是什么意思 来我极背天海 用困阵锁住我背家出口 语气中的讥讽 一览无余 显然是没有将敌九和瓷放在眼里 哪怕敌九用九级神阵 困住了极背天海的出口 依然一样 作为极背天海背家的家主 背剑仇 的确也是有理由 不将敌九和瓷放在眼里 敌九冷冷说道 我是太极界道军 你极背天海的人 去攻击我太极界护震百多年 想要灭我太极界 你说我是 什么意思 我背家的人呢 背剑仇反应很快 第一时间就觉察到了不对 如果太极界被灭掉了 背脊于河背苦 应该早就有消息过来才是啊 怎么等到别人打上门来了 他们才知道 被我杀了 敌九平静地说道 天梭刀祭出 他不大相信 极背天海 有百多第三步 一旦对方要动手 他就杀进去 找死 背剑仇大怒 法宝祭出 直接轰向了敌九的困杀阵 同时发出了 背家顶级的绞杀令牌 他心里更加愤怒的是 背脊于河背苦 背依妃还有背平 可能被杀了 而守护背家灵魂牌的弟子 居然没有将这件事告诉他 背剑仇祭出法宝 他身后的几人同时 祭出法宝 下一刻 无数的盾影 冲向了极背天海的 护阵出口处 祭冷笑一声 抬手挥出了 一道又一道的 玄奥法诀 敌九还没有看出 什么名堂的时候 背剑仇的脸色 已从愤怒变得惊恐起来 随即更是变得苍白 他甚至停止了 手中的动作 指着祭颤声说道 你 你 是你 第九10章词的来历 敌九同样是惊呆了 极背天海 本来被护阵裹住 以天地生机 为根基布置的 隐匿大阵 可是在此的法觉之下 这个隐匿大阵 就好像 冰雪遇见 最炙热的火焰一般 迅速消融 此刻 敌九的神念 可以清晰地扫到 整个极背天海 一片清脆颜色 现在这颜色 已极快地迅速 就变得枯黄 那一群群 冲上来的修饰 在遇见这种枯黄后 立即倒地身亡 仅仅一息时间不到 那些倒地身亡的修饰 就蔓延了小半个 极背天海大陆 随着蔓延的面积 越来越大 这种蔓延速度 不但没有变慢 而且越来越快 敌九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次到底是什么人 如此可怕 这种强者 要去杀整个太极界的修饰 那恐怕 不会比杀极背天海的修饰 多消耗一息时间 几名寄出法宝 轰向词的 极背天海 强者 此刻身上的衣物 一样的化为虚无 随即肉身溃烂 很快就变成了 尸骨倒在了地上 被剑仇实力强悍 又有法保护身 就是这样 他身体依然是溃烂掉 惊恐已经从他的眼睛 遍布了全身 敌九背后一阵发浪 他也杀人 甚至见过一些残忍的修饰 但这些人和词比起来 根本就不够看 他只能隐隐约约看出来 词用的是毒 随即他的神念渗透进去 让他震惊的是 他的神念遇见这种毒 竟然也会枯萎 甚至要沿着他的神念 扩散到他的身体上来 应该誓词觉察到了他的神念 扫进了他的攻击范围 对敌九微微一笑 下一刻 敌九就感觉到 那附着在他神念上的毒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好厉害 万毒道君 我击备天海 和你有什么冤仇 你要如此狠毒 灭掉我击备天海 被剑仇 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 几乎是疯狂地窖道 慈冷笑一声 别人都可以说我慈狠毒 但是你击备天海 就别说这种话了 我 万毒比起你击备天海来 简直就是一个和善的老太太 给我死吧 随着词最后一个字 被剑仇周身炸开 化成了虚无消失在虚空之中 万毒道君 敌九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 他肯定这个名字 不会比灾难道君这些人弱 轰轰轰 一阵阵的轰鸣传来 随即即备天海 整个大陆发出咔咔声响 敌九的神念能扫到的 只有枯黄 灰暗 一片死灰 毫无生机之地 在半炷香之前 即备天海 还是一个生机盎然 规则齐全的修炼圣地 在半炷香之后 这里连地狱都不如了 哼 即备天海终于爆裂开来 随即化为无穷无尽的碎渣 在虚空炸裂 敌九沉默下来 他虽然来报仇 却并没有打算和此这样 直接灭掉一个大陆 他最多只是将 贝加干掉了 和贝加无关的修饰 他不会去动 而跟着他一起来筑权的词 直接将整个 即备天海大陆 给毒崩溃了 这 敌兄弟 这个仇报的痛快不痛快 在即备天海崩溃后 慈哈哈一笑 转头问道 他的脸色有些苍白 敌九也感觉到 他的气息有些乱 敌九一抱全说道 多谢慈兄为我报仇 若是我一个人来 恐怕没有这么干脆利落 慈帮他报仇了 哪怕他再觉得 慈杀心有些重 也不能在这个时候提出来 更何况 在敌九看来 他和慈的关系 还真不是什么多好的朋友 慈呵呵一笑 你也知道 我的名号了 没错 我就是万毒道军 当年只要我万毒道军的名号出来 就算是顶级大宗宗主听到了 也会收敛自己的一切脾气 因为他们很清楚 惹不起我 我也了解一些你的性格 心肠有些软 做事瞻前顾后 所以对我的所作所为 有些不大喜欢 不过 你要是知道我之前的形式 你恐怕会更是不喜欢 经历了这一劫后 我早已改变了许多 至少 我不会无缘无故 去杀一些不相关的人 这次灭掉整个极背天海 是因为我欠下了你的大人情 我杀人厉害 让我从大道冤出来 我还真的无能为力 我朋友不多 最多不过三个 你虽然和我性格不同 倒也算是我的朋友 今天就此别过 将来有机会再见 万毒道军说完 转身就要顿走 敌九却叫住了万毒道军 万毒兄 既然作为朋友 有一句话 我还是要说一下 万毒道军正色说道 敌兄你说吧 无论什么话 我万毒道军都不会在意 显然他也猜到了 敌九会说什么 比起很久之前 他现在说不在意 那真的是将敌九当成朋友了 敌九点点头 万毒兄 虽然我的修为 还没有跨入第三步 但是我对道 倒是有些自己的心得 这次去大道冤 进入了望山 甚至差点去了望山之巅 对大道更是有名误 听到敌九差点就到了望山之巅 万毒道军心里 愈发震撼 他知道 敌九能将他们带出大道冤 肯定不是寻常之人 没想到 敌九连望山之巅都可以进去 望山之巅 如果可以去的话 他万毒早就去了 可惜他的悟性还差了点 他手段在狠利 然而去望山和手段狠利 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我家乡有一句话 叫着得道多助 师道寡助 在我融合了自己的道运后 我感觉到 这句话应该叫着多助得道 寡助师道 此助实为天助 任何一个宇宙 无意义的杀戮过多 都会失去天助 得道将是更为艰难 敌九话点到为止 没有继续说下去 他相信万毒道军肯定听懂了 事实上敌九还有一句话 没有告诉万毒道军 那就是 如果是他灭掉了整个极背天海 影响肯定没有万毒道军大 因为他开始创造 属于自己的宇宙规则 将来必定会形成属于自己的规则 宇宙事件 随着他的修为实力提升 五行宇宙的影响 对他来说是越来越弱 而他说的天助 指的是五行宇宙的天助 万毒道军再厉害 修炼的 也是五行宇宙之内的宇宙规则 挣脱不了五行宇宙的束缚 万毒道军在五行宇宙杀戮过多 受到的影响就越大 对其的大道 是真的半点帮助都没有 万毒道军出其的是 没有反驳敌九 而是对敌九一抱拳 多谢敌兄弟的肺腑之言 你所说的虽和我 行事方式相悖 我仍然感谢一句 我知道你的心意 今天就此别过 将来再会吧 说完万毒道军身形一展 瞬息消失不见 也许是知道和敌九的观点 相差太大 他连通讯珠都没有留下来 敌九叹了口气 他知道自己的话 万毒道军是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 万毒道军话的意思是 那是因为他说的 换成别人说的这一番话 我行我素的万毒道军 说不定直接是一道天毒法则丢过去 灭掉了 见识了万毒道军的可怕 敌九决定要花费一番功夫 去研究一下万毒道军的万毒法则 哪怕现在是朋友 谁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若是万毒道军将来到他的地盘 来这么一下 他敌九承受得起 他身边的朋友也承受不起